在这一讲中 我们来讲解人工智能领域的哲学问题 人工智能的目的是在人造机器上 通过模拟人类的智能行为 最终实现机器智能 很显然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对何为智能这个问题做出解答 这里有一个悖论在于 人类必须用自己的智能来研究所谓的智能 不识庐山正面目只原生在此山中 这意味着这问题很难甚至没有最终的答案 因此首先需要说明 本讲中一些结论性的描述 代表的是某一个流派的观点 或者是我个人的观点 而不是所有人公认的观点 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意识 到目前为止 虽然意识经过上千年的讨论 但是它却没有一个统一和公认的定义 一个事实是 意识是精神的一部分 与物质相对 意识在脑科学层面有一些基础 人们逐渐知道 脑部的不同区域控制人体的不同功能 脑部某部分受损 意味着人体某种功能受损 脑电图 EEG MRI 卢电磁扫描仪TES 脑磁图M1G 近红外光谱NIRS等 能够实时地观测 脑内电磁信号的转化 基于脑电磁信号 我们可以提取特征 做一些初级的识别 图中是应用 EEG脑电图仪 获得脑部信号的一个过程 目前脑机接口领域 被应用于游戏方面的应用 以及对于一些残疾人 生活治理的服务等等 目前的水平 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 每秒钟传输的信息 小于10个比特 因此脑机接口 基于实际的广泛的应用 还有很长的距离 如果意识没有定义 那么我们怎么确定 人工智能拥有了意识呢 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者 阿兰图林首次思考了这个问题 并给出了他的判别标准 这就是著名的图林测试 他在1948年提出 询问者同时和真人 以及电脑聊天 如果他不能正确地区分 真人和电脑 那么我们就说 这台电脑具有了意识 基于图林测试 有一个Nobler Price 它的规则是 测试者分别与两个实体 对话各五分钟 一个实体是真人 另一个实体是电脑程序 对话结束后 测试者需要判断 哪个是真人 哪个是电脑程序 所有测试者判别正确率最低的人 电脑程序获胜 2009年 胜利者的最低正确率是 82.5% 目前 人工智能 企图通过图林测试的方法 有如下三种 第一 扮演一个智商低下的人 也就是我们说的傻白甜 第二 不正面回答复杂的问题 第三 引导话题 朝有所准备的领域发展 如下是我与微软小斌的聊天 可以看到 小斌 灵活地应用了上述三种策略 这三种方法 无法提供有创意的见解 也很难说有实用的效果 因此 制造能通过图林测试的人工智能 逐渐成为非主流的研究领域 而在哲学上 对图林测试的反对意见 也一直存在 其中较为著名的 是塞尔的中文物质假想实验 中文物质实验 最早是由塞尔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 这个实验要求 你想象一个只会说英语的人 处在一个房间当中 这间房间除了一个小窗口外 其余全是封闭的 屋子里面堆着很多小纸条 内容全是英语的短语和句子 同时 有这些短语和句子的中文翻译 这些小纸条 是按照英语字母的顺序 有规律的放置在房子里的 现在外面有一个人 送进屋子里一张英语纸条 屋子里的人 根据他送进纸条的内容 查找屋子里面是否 有和这张纸条内容匹配的纸条 如果查到了 就把这张纸条上的中文翻译撕下来 送出去给外面的人 如果查不到 他就会给外面的人说 我不知道 外面的人发现在很多情况下 这个人的翻译都是准确无误的 于是外面的人觉得 这个人懂一些中文 那么问题来了 请问你赞同这个人懂一些中文吗 我曾经在课堂上做过一次投票 结果表明 不赞同的人占了72.4% 大多数人都不赞同 这和赛尔最初想到的答案 是完全一样的 在赛尔眼里 哪怕一台机器通过了图灵测试 只要它的运行机制和人脑 存在本质的区别 那么也不能说它具备了智能 我个人觉得 争论这样的问题 虽然有哲学的思辨色彩 但却没有实际的价值 因为目前对于人脑的运行机制的研究 仍然没有突破 讨论这个问题 没有生理学的依据 我们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创造力 在2015年 围棋AI程序AlphaGo 打败了李世时 在近年来 图像识别领域中 基于深度学习的识别系统 在很多具体任务上胜过人 最近几年 在宣传报道中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 胜过人的例子 中央电视台做了一档 机智过人的节目 专门展示 人工智能和人 在具体任务上的较量 具有很高的收视率 这自然引出了 被广泛关注的问题 人工智能 是否最终 能够全面的战胜人呢 我个人认为 不管人工智能如何发展 人身上有一种东西 人工智能 可能永远也无法替代 我很难给出 这种东西的定义 姑且把它叫做创造力吧 为了更清楚的 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在写古诗 这个具体的任务上 对比一下 人工智能和人的表现 以下六首古诗 哪三首是人写的呢 哪三首是机器写的呢 在去年的课堂上 就这个问题 我对班里的同学 进行了问卷的调查 下面是结果 例如第一首 同学们认为 是计算机写的 占了81.48% 认为是人写的 占了18.52% 以此类推 很高兴地告诉大家 上述统计结果 和正确答案 是完全一致的 这说明 我们对人工智能 和人 还是有足够的区分度的 同学们可以仔细地想一下 你是基于什么道理 做判断的呢 大家可能会发现 人可以用典故 人有前后的逻辑顺序 人还能够留下一些 其他的人工智能 难以留下的线索 但是我要说的是 这些具体的技术 具体的指标 假以时日 人工智能都可能实现 但是要做到一些 内在的东西 却很难 2000年前 孔子就说过 诗言智 三首人写的诗 尽管表现手法 不算完美 但都有一种智 在里面 个人觉得 人工智能 可能永远 也做不到 有智 在里面 到目前为止 人工智能无法写出 一首诗 一首歌 或一本小说 成为大家都喜欢的 传世经典 人工智能 也无法写出 有意义的论文 无法证明 连人都没有办法 证明的定理 什么时候 我们需要担心 人工智能超过人呢 我的答案是 只有做到了上面的任务 人工智能 才算 具有了我定义的意识 才具有和人竞争的实力 未来的人工智能 可能做到吗 目前的技术看 毫无希望 而我个人认为 可能永远 也没有可能 那么 现在我们应该担心什么了 我个人最担心的是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尤其是人工智能 在一些具体的领域上 胜过人之后 会导致 人类的创造力 逐渐丧失 最后 人越来越像 人工智能 是否有一天 我们会认为 上面这三首诗 比下面这两首诗要好呢 是否有一天 我们会认为 上面这些画 比下面这些画 要好呢 我们会不会因为 具体的任务 不如人工智能 而受到打击 减少了求知的心 去年 深度学习创始人 亨腾发表评论 说放射科 看CT片的医生 将全面被人工智能取代 这群人将全部失业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们是否还有必要 培养放射科的医生呢 近年来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让文献翻译这个职业 逐渐衰退了 去年我路过浙江大学 芝江校区 想到这里 曾经培养出 莎士比亚剧作 翻译家朱生豪的故事 感叹良多 坐实一手 行人桥下百草生 猪狼才情更绝伦 我恐人间多爱语 从此再无 一书人 我希望那些 需要创造力的工作 和具有创造力的人 能够晚一点 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吧 最后 说一句 课程的结束语 我希望同学们 通过这门课的学习 除了关注机器之外 还要关注身边的 每一个人 文讲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achteitos